我是邵康 歡迎來到 TVS邵康戰情室 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 沈富雄委員 戴偉三發言人 陳婉惠委員 菲鴻泰委員 柯晨委員 劉許廷委員 好 那麼川普被人家踢爆 最近很多次被踢爆 說他曾經下令給CIA 在大陸的社交媒體 煽動公共輿論 反政府 反政府 當然反中國政府 另外這是對大陸的認知作戰 但是CIA發言人否認 說我們沒有這個行動 而且我們不評論川普 而且川普已經是過去的總統了 不過川普又可能 變成未來的總統 另外美國昨天眾議院通過 而且懸殊比例 400多票比幾十票 通過Titalk 抖音 因為他的母公司是大陸的 要把他賣掉 老美真的很阿爸 賣掉 因為他之前我就記得 抖音其實現在好幾個版本 中國大陸是一個版本 海外什麼不同地方 不同版本 就是為了表示我們 不是跟中國大陸有關 但是這不夠 當然現在眾議院通過 還要到參議院去通過 參議院會不會通過 不一定 這滿奇怪的 眾議院其實是民主黨佔多數 參議院對不對 眾議院是共和黨佔多數 參議院是民主黨佔多數 但是眾議院通過了 參議院還不一定 所以為什麼 一方面他們擔心年輕選民反彈 另一方面川普也反對 川普為什麼反對 因為抖音在美國的 有公司代理等等 那個大老闆是川普的好朋友 川普的金主 所以老美的政治到最後 都是money talks 都是金錢在說話了 大陸外交部講了 美國是強盜 什麼叫強盜 我看你好就把你搶過來 而且是用國安理由打壓 別國的優秀企業 我們抖音在美國這麼受歡迎 你就要把它打掉了 而且理由是說 中國會允許這樣的企業 在中國發展嗎 所以不准它在美國發展 美國前財政部長 他說米勒勤 說這東西好 這生意好 我們應該大家湊錢 把它買下來 台灣財團應該在把它買下來 美國現在不反對台灣 那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看一下TikTok 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法案 要求總部 設於北京的字節跳動公司 得在六個月內 剝離旗下短影片平台TikTok 否則美國將禁用 對此大陸外交部 做出強勢反擊 美國眾議院通過的這個法案 讓美國站在了公平競爭原則 和國際經貿規則的對立面 看到別人的好東西 就要想方設法據為己有 這完全是強盜邏輯 接下來只要美國參議院 也通過法案 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以後 禁令就會生效 TikTok首席執行官周壽茲 再次發聲強調 TikTok不會停止抗爭 將行使合法權利 來阻止禁令生效 也有美國民主黨眾議員認為 禁令有不合理之處 TikTok光在美國就有1.7億用戶 估值高達2680億美元 就算出售也是一大難題 BBC報導 這價錢會嚇跑不少投資者 紐石則評論 買得起的微軟 Google等科技巨頭 也可能受限於反壟斷法 難以順利接手TikTok 為什麼美國要採取這麼強益的手段 來要求TikTok來下架 我們大家回想一下去年 那位新加坡籍的州執行長 他在美國聽證會的時候 大家可以記得 那時候參眾兩億院的議員 對他完全是連續的一個炮轟 讓他我覺得他是有點招架不住 可是他的整個影影片弄過來 你會發現東方跟西方 是完全對他的評價是不一樣的 中國大陸是對於這位州執行長 是給予極度的一個 極高的一個評價 可是美國覺得他們好像把它給壓制了 那為什麼TikTok在美國 這麼樣的一個重要 你就可以知道 未來的選舉 可以說是媒體還有短影音 是完全席捲的全部 TikTok現在所使用的 所觀看的人口 大概是全世界是第一的 所以為什麼 然後他的母公司又來是中國大陸 然後美國現在又跟中國大陸 彼此之間兩大國的一些 強權上的競爭 就看誰的勢力大 誰能夠壟斷所有的媒體 那很顯然TikTok在目前來說 美國也很多的年輕人 你隨時去看 你如果有機會到他們的這個學校 或任何下課時間 他們用TikTok的比率 每一天會在 停留在TikTok的比率 可以說是高於其他的社群媒體 這也難怪 美國還會心有忌憚 特別是目前為止 兩黨之間 對於中國大陸 即將是要選舉當中 誰能夠提出更大的一個 反中的一個政策 誰就有辦法 他們認為能夠在這個所謂的 這個選民的結構上面 可以獲得比較高的一個優勢 所以你看兩黨之間 對於TikTok可以這樣 所以我們很多人很難以想像 一個美國這麼民主 這麼講究這個言論自由的地方 既然會對於一個母公司在 即使它在國外有不同的branch 但是還可以再對母公司 在中國大陸這樣子的 一個社群媒體 採取這麼強烈的一個手段 你就可以知道他們完全理解 所謂的他們自己認為的這個認知作戰 對於選民來說的話 是有多麼樣的影響度 所以你剛剛前面提到說 川普被踢爆 其實有沒有被踢爆 大家都可以預想得到 不管它是不是一個 有被證實的一個訊息 但是很顯然 兩大國之間強權彼此之間 想要獲得這個所謂社會秩序的 世界社會秩序的主導權的話 他們都鎖定了所謂的 給社群的媒體 所以它是一系列的 一連貫的 但是你可以預測 在明年選舉之前 這樣子對於網路上面 社群媒體上的這樣子的爭奪 還有誰握有的主導權 還會繼續演下去 只是我還是要強調 這時候對TikTok做出 這麼嚴厲的這樣的一個要求 其實在美國的社會當中 不見得對於他們兩方的總統都有利 大家其實是反彈度是很高的 你說美國對大陸有沒有認知作戰 我想絕大部分是Yes 其實你看從TikTok 我們回想一下好了 美國的企業當打不過人家的時候 它的反應是什麼 1980幾年時候的Toshiba 那時候晶片 美國打不過它 就直接就給你戴了很多帽子 最後那個專利無權就奉上給美國 大陸的華為中興的武器 是不是這樣也是 都是美國打不過它的 好吧我就用各種的包裝認知作戰說 你是怎麼樣怎麼樣 反正理由大概都不一樣 最後的結果都是這樣子 所以TikTok 你說是認知作戰嗎 我是覺得可能也是商業上的競爭 最後的結果 但是從我們前面講的例子 都是美國打不過人家 我再描述一下Toshiba 這個Aston 五級到現在TikTok 大概最後的結果 下場我們大概已經知道了 你不要講別人說 日本就是經濟要起來了 不得了好不好 美國都買片了對不對 什麼好萊塢也給他買去 然後很多電影公司也給他買去 紐約的大樓也給他買去 老美很簡單 日幣一美元兌300多塊日幣 變成一美元之後 變成85塊日幣 讓你升值四倍 哪個鬼他受得了 把你日本搞垮 20年好慘日本 日本人現在年輕人到去看 一點信心都沒有 是被誰打的 老美打的 好吧 另外國防部長曾經講過 所謂言論不利我方 對對方有利 就叫做在地協力者 他有說這還得了嗎 這下子你不是因言蛊惑嗎 然後你不是要爭取 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怎麼變成這樣 另外中共有灰色地帶 常常擾亂我們 結果正說把他當作演練 另外陳永康也打臉 黑熊的什麼沈柏洋 因為他說 因為沈柏洋就是說 用光譜來分辨哪些人 是比較接近認知作戰 陳永康就說 在軍事跟外交上沒有用光譜 沒有用光譜來分類的 沒有用這種spectrum來分類的 另外沈柏洋當立委滿一個月 他是民進黨不分區第一名 第二名 等於是男的第一名 因為女性要當第一名 他說觀察你們立法院 耳魚我詐壞人多 誰是壞人 老沈 怎麼看 先講救國中部長的在地協力者 我聽了以後真的是全身一把的難 毛骨悚然 因為我馬上想 我們的來賓裡頭 不少犯了這條規矩 抓起來 我們的來賓裡頭常常發言 就罵自己的陸委會 而不罵對方的國台辦 那是不是陷入這條規矩 當然是 以後我們罵完以後 罵了我們也要罵他這樣 不是 你也連帶 那個就講川普 川普是如果老共說 老米是強盜集團 他是強盜集團裡頭的霸主 而且他是一個暴軍中的暴軍 所以他說他鼓動自己的CIA的人員 去利用對方的社群媒體 然後搞自己的政府 這個我相信 因為其實在中國 如果你這種事情被逮到 後果是很嚴重的 但是有錢 有美元 還是有人會幹 所以同理可推老共的高層 也會用同樣的手段來台灣搞這個 而且你仔細去想一想 是有 不是沒有 是有 但是不是很多 但是你如果碰到了 你就要去抓 你要有證據 你要有資金的來源 你要做了多少壞事 就一切要用司法處理 而不是像國防部長講 這個在地協議的定義 是到底對誰有利 這個還得了 這個問題非常非常的大 講到TikTok我覺得更好笑 美國是一個市場導向 市場機制的資本主義者 但是他在處理跟敵人之間的 問題的時候 他完全忘掉這個 他越幹TikTok TikTok越紅 越紅 你要他跟他母公司切斷 有什麼用 對不對 而且你這些子公司 就算獨立作業 他也不見得就完全去聽你的話 所以這個老美走到無路的時候 他完全忘掉了他自己 到底信奉的是什麼核心價值 就是你沒輸人 你拚輸人 你沒補 這一點其實我看到國內 最近民進黨相對 我等一下聽戴偉山指教 民進黨現在國會裡頭相對的點點沉疾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陷入一個裡頭有兩群 一群是覺得情勢不太對 我們要去觀察一段期間 不隨便亂講話 還有另外一群就像沈柏洋這個 他還是帶了一群的人 還是很囂張 講話還是那像那個 他們繼續這樣下去 我是替民進黨擔心 因為這個他們是搞錯了方向 他們不覺得情勢已經在變化 他們認為這個過去非常有用 非常有利 繼續搞下去的話 我覺得民進黨將來恐怕 到了領用到這個趨勢 要回頭的時候恐怕絕來不行 沈柏洋委員他就是新上任 所以我相信他有很多想要講的事情 一定大明大放 我覺得這樣就是好事 因為其實所有的立委 尤其是新科的 他進來之後 我們都說新科 新官上任三把火 一定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他大明大放對我們來說 也是一進強心針 也會讓更多的這個部會知道說 有什麼地方需要改進 那我們也知道他過去 也就是做這個所謂的認知作戰 甚至他有一些 軍事方面的這個知識 那我想用他的這個專業 來去刺激這一些 所謂的國防部 或相關的部會 那我覺得這絕對是 非常正面的這個說法 那當然認知作戰 是一個比較新的領域 所以當初大家都在想說 這到底是歸於國防 還是歸於科技 到底是國防部管 還是應該是數位部管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其實是統合在一起的 那今天由立委 他從一個新的角度 從一個民間過去 他一直來做這個事情的角度 去統合這一些各個部會 他們需要去處理的點 那我覺得是好事 那不管他是用光譜論來說 或範疇論來說 因為新興的領域 總是要有新的定義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可以討論的 那重點就是 台灣應該要更加的安全 那所以他在討論說 到底要怎麼去區分 這個所謂的在地協力者 他用的說法是說 我們要是立敵不立我的 這樣子的一個言語 也就是說這個說法 其實是一直在幫敵人加油的 然後在刺激 讓我們打擊國內勢力 這樣的狀況 這個東西可能就算是一個 在地的協力者 這是他提出來的一個論點 到底適不適用 我覺得這都可以討論 那也代表說 其實現在的樣態非常多 這個真的是有必要 大家一起來研究 尤其是立院也最好要有共識 我們才有辦法來讓 守護一個安全的台灣 據你的觀察 等一下 我要問他 據你的觀察 我們哪一瓶裡頭 有沒有這樣的人 今天的發言 就坐他旁邊 沒有啦 大家言論自由的國家 我們都希望有很好 大家都可以 大家都有很好的發言 但 沒有啦 對台灣要好 這樣就好 後來那個國防部長講 有檢調認定 他說我不敢認定 有檢調認定